我是老蔡 老真 今天呢我們要出去玩 花蓮的一個新景點 叫松德穎牧場 那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我也是第一次去松德穎牧場 那今天要帶晨晨一起去散心 那我們待會呢 就帶大家去看看 松德穎牧場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就是 因為那個樹大家都知道 他經過那個樹 我沒多久就留著 我真說 前面會有一棵大樹要找完 那大家從花蓮要回北部的時候 可以依照那個大樹 或是要南下 回花蓮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棵樹 轉進來其實 就是林松德穎牧場不遠的地方了 靠右靠右 這裡 好像沒有轉進去 喔 有看到這個紅色的照尺牌 所以就是到那個大樹的時候 盡量靠右 哇今天天氣真的非常的好 天空超懶的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松德穎牧場 那我們現在就是帶著晨晨開始要去散店 晨晨很可愛喔 今天推著小車車 帶他出來晒晒陽光 說這裡有什麼 就是飛行仔 然後還有可以拉攤車體驗 然後還有 融幕桌把水上體驗活動 非常多的活動 嗨晨晨 好這邊就是有一個拍照區 那這個就是好稱可以喝下午茶的泡泡屋 那因為現在太陽西曬稍微熱一點 所以目前沒有看到裡面有在裡面 走吧我們去看小豬豬 晨晨來看小豬豬 好可愛喔 這邊有一隻白馬 大馬馬跟小馬馬 sunscreen 露露最喜歡馬了我記得 露露最喜歡馬我記得 露露 這裡也有一隻耶 你看這裡 這一隻的頭還伸出來 晨晨你看跟你一樣是小豬豬 晨晨 小豬豬欸 小豬豬欸 他們在當朋友 小豬豬一直在看你耶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吃零食 還有喝薑汁湯圓、紅豆湯圓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小雞雞 這邊有鹿龜 陳陳你看龜龜 旁邊有孔雀 真的是很可愛耶 我不敢碰他 但是你看這麼近距離的看著他 其實他還蠻大的 然後現在要緩緩的移動 東抱著孫子 他這邊就是有一個放流咖啡 旁邊有一個超級大的湖果 然後這個湖果旁邊可以露營 還有一個露營區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這邊呢有那個露營車 我這裡有一個露營區 非常的大 然後這邊的景色其實是很美的 Lulu每一次看到馬就哭 你看他現在眼眶紅紅的 為什麼Lulu 狗狗看到馬會有反應嗎 他對馬到底有什麼深情的感情呢 好 現在上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觀景台 那他在後門部分 那一定要先到我後方的這個 紅色貨櫃屋先點餐 那每個人最低的消費是90元 那上來之後呢 他這邊的座位非常的多 坐起來其實還蠻舒服 下午大概四點多一點微微的風 上面也有電風扇 但是沒有冷氣 那我覺得基本上是還OK啦 我怕熱的人還能接受 那這附近就是景色還蠻美的 那帶大家去看一下 然後他前方呢 就是有一個無敵海景 那這裡呢就有一個玻璃座 玻璃圓形座 可以坐在這個地方拍照 還蠻美的 那這一片無敵海景可以在這個地方拍照 其實是蠻漂亮的一個風景 下面呢就可以俯瞰遊客 前方呢這裡就是一個可以拍照的景觀區 他有一個馬車 還有兩個小愛心 所以情侶來到這邊拍照其實是還蠻適合的 二樓的周圍平台都可以逛一圈 農場非常的大 停車空間也非常的多 在那一區呢就是我們的停車空間 花生煉奶冰 這是雪碧 一杯都四十塊 蠻大杯的 好 這是我們點的餐點 都到了 價格都還算蠻合理的 這裡拍照啊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景點 帶小朋友來拍照真的很美 好 經過我們逛完一圈蟲的一牧場之後呢 我的心得就是 其實他真的蠻不像牧場的 都沒幾隻動物啊 對啊動物不多 但是他有蠻多體驗的活動 像是飛行傘啊 或是沙灘車啊 獨木舟啊 對獨木舟等等 但是沙灘車的價位我覺得 稍微偏高 他有分一百CC跟三百CC 他都是三十分鐘 五百跟七百 但是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還是可以去玩玩看 因為他場地其實也蠻大的 那裡面的餐點價位 我覺得都還算是蠻合理的 飲料蠻大杯 一杯四十塊 在這種觀光景點來說 我覺得其實是蠻OK的 低校一個人才九十 也還OK啦 不過像其他 就是觀光景點說 價位非常高 那樓上也有很多 適合拍照的地方 簡單來說 我覺得這裡是比較適合拍照 帶小朋友來也OK 但是太小的小朋友 可能就不太適合 因為他其實 石頭路非常多 不好推 所以如果有推推車的話 其實建議還是 就是用杯的 或是小朋友會走路再來 會比較適合 好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到 崇德怡入場的心得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來花蓮 或是你在花蓮的 可以來走走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追蹤我們的MV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